這個淺灰粉紅色 我配上了黑色的泡泡裙 配上了兩款不同的鞋型 看看自己喜歡哪一種 有爭的 斯文的 看看那種風格哪種適合自己 這個也是有一個挺有新鮮感的配搭 正常你配碎花 當然下身一定會選正式為主 看看風格上 和大家想的 未必會想到我現在配搭的風格 或者剛才那種復古風出來 大家可以看看這一種 都是比較清新的 現在我這樣配搭是比較優雅清新的 優雅清新的那種配搭出來 因為始終它有碎花圖案 布質相當輕柔 都是有一種比較女性的觀感 是存在的 當然在看到它的一些細節 入博的Cutting 扭位的一些小小的心思位 你都會看到其實它的款式 不只限於一個斯文 和女性的風格 你都會看到它的設計感 是可以顯示出來的 下身也可以配搭一些同樣有風格的 也可以連貫到大家的方向 對 這個除了我這樣搭拋拋裙 或者搭Lady 或者搭這種優美的風格 因為這個款本身都是偏寬 爽月堅扣 都差不多遮蓋腿位 也可以搭一些直腳的褲款 也是合適的 如果真的搭得很Lady 可以搭一些直腳的西褲 也是OK 沒問題 因為始終它都是browsers 這間就是剛才說的專門做browsers 但我喜歡玩設計的那間 因為我很喜歡它們的browsers 因為我看到它們的細節 真的做得很漂亮 眼睛深深眼地看著 很漂亮的設計 看到斯文之餘 也看到設計 大家可以看看